第二十二頁,還有親民黨版本 你要先成立辦公室嗎? 先成立,順序,對,大家決定一下 現在是這樣子,我跟大家說明 當然,現在到剛才是第四條 就是各自組成交接小組 那麼接下來呢,是要處理交接的事項 還是要處理這個總統當選人辦公室 各位的意見 或者相關的機關有沒有意見 法治局有沒有什麼建議 這個是論述的邏輯的問題 理論上,先有無組織之後 接下來要處理他們進行的一些事務的範圍 那可是因為這裡我們同時也後面有處理到辦公室 其實邏輯上也可以講說 我們先把要設置的辦公室先談完 接下來進入要交接的事項 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那我們就處理辦公室的部分 大家請看第17頁的最底下 這個部分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致上我覺得大概大同小異 那除了民進黨的版本沒有提到經費的來源之外 幾乎大概所有的版本都提到了 第一個可以借掉現在行政機關的人員 第二個可以由 我們有新的修正問題 好,謝謝 這個是修正哪一個 辦公室的部分 好,那 然後呢 第二個部分呢 是提到了經費的部分 經費的部分 這唯一沒有提到大概是民進黨的版本沒有提到經費的來源 請問各位的意見 來,請說明 好,謝謝 主管機關是誰啊 主管機關還不知道 但是我們定了誰是主管機關 那個主管機關就要負責 好不好 就是說 誰被抓到 誰那個就是苦主就對了 誰被抓到 我跟大家 對,沒有錯 因為這個主管機關它其實是一個空白 那等到主管機關是哪一個單位 那這個自然這個主管機關就是那個單位了 那你如果說 我比如說 例如說總統府 那總統府 你要在這個時候把你規定經費 你們有困難嗎還是 我跟大家說明 我們的原則是這樣 這個經費一定是要編列預算 所以這個年度一定不可能 這一屆用不到了 這是為了以後定的 因為它必須要主管機關編列預算 才可以 所以你現在是用不上了 主席 那個根據 以往我們在其他委員會討論這個 法律的原則 就是說 如果我們前面相關的條文是保留的話 你後面遇到 因為主管機關未定 你這邊又涉及到主管機關 本期的建議是也是應該要一同保留 因為你沒有辦法這樣子討論 今天你沒有讓這些主管機關表示意見 然後涉及到這邊要討論經費 你又說因為不知道主管機關是誰 他們也通通都不能發表意見 然後我們就進行通過 然後回過頭來 讓他自己再來追認 我覺得討論法條不能這樣子討論 如果我們前面主管機關沒有辦法明確定下來的話 基本上第一輪他們通通都沒有表示意見了 這邊又涉及到說是主管機關他要編列經費的 然後又不能表示意見 然後我們又說應該把這個條文通過 本期認為不應該是這樣子一個討論 如果前面已經保留 後面涉及到跟前面保留條文相關的 應該要一律保留 本期的意見請猜 好這個謝謝王委員說明 不過我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版本去規定這個預算的數額 那麼這是未來有可能四年後八年後會碰到 也就是說 對不起讓我說明 四年後八年後會去碰到的問題 我們先把這個部分處理完 如果說到時候我們指定的主管機關有意見的話 那個時候再來處理 因為他因為沒有 我們如果說規定說你一定要編兩千萬五千萬 他可能會有為難 但是這個數額 對不起林委員讓我講完 這個數額讓主管機關自己在編列預算的時候自己去定 你認為合理的範圍是什麼 那麼主管機關自己量力而為 那麼如果說我們因為這樣 就要把這些條文都保留 大概所有的條文很多都會要保留 那我覺得我們在立法的過程之內 我們橫租實際的狀況 到底有哪些機關會有為難 讓我現在問好了 總統府跟這個中選會 這個司法院還有 立法院不用問啦 還有行政院 你們哪一個 讓你們自己去編列預算 來支應你們哪一個有困難的 現在說吧 來請說 像主席跟委員報告就是 編列預算那個額度 可能跟那個 就是那個額度 額度你們自己定 這裡面沒有一個版本規定額度 對 你們自己衡量 就是說這個如果主管機關如果定了以後要編列預算 那這個可能這個整個交接的這個額度上面 可能這點是會造成這個主管機關的困擾 我只講說執行上 可能會有困擾 你會有困擾 因為你不想要訂多訂少 對不對 對對對 那你如果連這個能力都沒有的話 你當什麼 你們當什麼總統 我現在只是現任要接的總統 現在的未來這個要訂的額度都不是你們 我利用這個說明一下 以這次的2008年 就是2000年2008年跟2012年 我們編定新任總統要就職的預算 從5000萬一直減到這一屆是指示價3400多萬 所以這個是在立晚宴審查的時候都會有變化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縱使只是辦理一個交接當日的這個活動 那個程序內容都很清楚的情況之下 我們這個預算的這個變化很大 所以這次我們就碰到一個說 接任正午那邊覺得說額度上面會有限時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們這麼為難 我們就不要編錢嘛 那這也很簡單嘛 就不要編錢啦 就是說 以後這個所謂的這個辦公室 第一個不要編錢 第二個不要派員額 這樣子大家就省著麻煩 不要派員額啦 不要調派行政人員啦 這個辦公室就不用訂了 你們自己要當選人自己去成立自己去 就不用訂嘛 好不好 大家看有沒有意見 蛤 不是 國安是國安啦 他是保護個人啦 來佑委員請說明 你這個 什麼都不用訂 因為這最主要 佑委員我要說明一下 這個所謂的交接事項 不會因為沒有總統當選人辦公室 而不交接 這個總統當選人辦公室 以現行的狀況 也沒有調任任何的行政人員 也沒有任何政府的經費支 這個支出 那一樣是在交接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 如果看起來這個 國民黨黨團似乎有意見的話 總統府表示他們會有困難 他們不曉得怎麼去訂這個額度 那也怕以後被立法院刪掉 那如果這樣的話就不要 就不要訂這個 這個 因為另外你調用行政人員 也會有困擾 你把人家調來了之後 那這個人到底 來要聽誰的命令 如果是 以後國民黨當選 被調的公務員也很擔心 所以我被貼一個標籤 你是不是跟國民黨比較好 對不對 那是民進黨調的話 大家也會很害怕 說萬一 人家給我看 有色眼光看我怎麼辦 那你這個公務員調去 要做什麼呢 我們坦白講也說不出來 來 我們顧委員 我想這樣子嘛 我們民進黨的黨版的 已經也修 就辦公室的這個部分的一個條文 跟我看到林維州議員 提出的修正動議的條文也是一樣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這個辦公室的部分 就是如 兩個 如果按照你們現在是屬於 算是代表國民黨提的話 那就是還是以設立辦公室嘛 那設立辦公室的意義 這當然是在讓這個總統當選人 有一個法定地位的問題啦 我想 所以就是總統副總統當選人 這總統 這中央選舉委員 依法公告當選人自己 得成立總統副總統當選人辦公室嘛 辦理就職員做準備事項 這個大家都一樣嘛 好不好 謝謝主席喔 在這裡我比較同意剛剛我們主席的看法 因為前面已經提到了我們已經有一些公務人員 可以來用這個界調的方式來協助 我們所有交接的工作 那我覺得辦公室可以有存在的必要來協助 但是不適合在擴邊喔 因為你在擴邊之後 你到底你的這個約聘僱的人員 你要比照幾次等來辦理 我覺得這個都很難去界定啦 同時因為時間也很短 尤其這兩三個月的時間 有沒有必要再增加政府的開銷 我覺得是不必要 因為已經有公務人員可以來協助了 事實上現在一個總統當選人來講 有這麼多的志工團隊還有智庫 都可以來協助做交接的工作 還有公務人員都可以再做喔 所以我認為總統辦公室喔 這個可以有成立 但是呢其他的經費 我覺得不適合再做其他的擴邊 好 菁毅委員 兩個問題喔 第一個有關總統辦公室的設立 是希望給他一個法定的地位 必須在這個交接條例裡面明定 第二個部分我們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事實上已經把調用公務員那一部分已經刪除了 那至於說這個運用經費的部分 本來就應該主管機關編 剛才問的是總統某的意見 我也想問問剛才中選會的意見 請劉主委 劉主委的意見不用問啦 他上次在詢答的時候 就說他們願意來編預算啦 他已經進行說過了 上過就說過了啦 你沒在過的就進行 再說一次 那個議事錄就有了 那個在選舉 編選舉經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總統辦公室的經費 一起編進去啦 要多少錢啊 我因為這個跟那個 實際上這個總統當選人 他運用的需求是多少有關啦 我的理解 這一次啦 這一次四個月期間 就預估的一千八百萬 一千八百萬 發財人員跟那個辦公室的租金 還有那個設備的租金 那四個月 對 那以後 如果不能開始 按實際的需要嘛 這個 因為 我說那個 一個標準一定是要從那個 應該是主機總署那邊來吧 我不曉得 那 那現在這個 我想這個 就是 我去了解說 現在實際上的需求是什麼 大概 大概了解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這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狀況 我想也請各位委員 稍微考慮一下 因為現在是民進黨的 蔡主席當選 那他其實 大部分的工作 其實是在中央 民進黨中央黨部做的 那中央黨部的很多人 這些人是 沒有列在這個裡面去資新的 那場地 這個中央黨部是 的費用 當然不能算進去這裡面 他現在 估的只是說 當初競選總部有三層樓 那三層樓在當選以後 就縮成一層樓 這一層樓的四個月的租金 還有在那邊用 算起來大概五十個人 四個月的那個人事費用 還有另外就是當然 這些設備的那個租金 那這個是可以在選舉經費當中 定下一個標準來 是可以的 不曉得 好啦 來 請過 只是說因為現在第五條 如果是算這是第五條 第一項大家沒有爭議就過嘛 那現在第二項的話 我們這邊提案修正是 前向總統副總統當選人辦公司 辦公事務費用 有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之一 辦公事務費用之編列標準 有主管機關定資 那現在相關可能 主管機關總統府 中選會假設都沒有意見 那現在看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嘛 如果說還有意見 那我們是不是就拿掉 還是大家覺得如何 好 各位有沒有意見 那個 來請說 主席啊 剛剛我特別 就是說你那個主管機關 你要是沒有確定 我們是認為應該要持保留 因為你可以回過頭來 再來處理 那你總不能說 連主管機關都不知道 是哪一個 不管是中選會 或者是 或者是 是哪個單位 行政院 或者是哪個地方 來當主管機關 你今天要是給他持保留 等一下我們討論到 第三條的時候 折回過頭來 那時候再來做處理 我認為這個 如果說 如果說齁 這一條我們把它處理 這樣剛才顧委員的意見 為辦理本條例鎖定 交接事宜 總統當選人 為辦理 我看 為辦理 總統副總統當選人 自中央選舉委員會 依法公告當選人之日起 得成立總統副總統當選人辦公室 辦理就職前之準備事項 過緣你的意思 過緣 他的意思是說 這第一項 修正動議 他有提一個四之一的修正動議 四之一我們沒有宣讀 那但是 我們沒有宣讀 但是所以他並沒有正式成為動議 但是我們 大概可以看就是說 總統副總當選人自中央選 因為我們現在在休息 我們沒辦法宣讀 我們在休息協商 我們現在的狀態是休息協商 跟各位說明 我剛開始就宣告過了 休息協商 所以各位要去上廁所進便 總統副總統當選人自中央選舉委員會 依法公告當選之日起 得成立總統副總統當選人辦公室 辦理就職前之準備事項 那是啊 你這個修正 你這個沒有修正 你沒有修正原來的版本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目前的狀態是休息協商 我們在協商 我們現在在協商 你聽得懂嗎 你要休息才會有協商 對不對 是沒有錯 好 那我要請問就是說 這個第一項 第一項的這個沒有修正嘛 第一項都一樣 對啊 所以我要問說 如果照剛才顧委員的意見就是說 第一項大家看有沒有意見 如果說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處理 到底能不能調用公務員跟支 支用費用 第一項沒有意見 第一項沒有意見嘛對不對 那所以呢 剛才聽到這個 包括國民黨委員的意見是說 就不要再編預算了 就不要再編錢了 那如果不要編錢 那顯然啊 這個動 調用公務員啊 這個大家大概都不會同意啦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就都不要 就是保留一個 你可以成立總統 副總統 當選人辦公室 那麼錢跟人 你自己負責 是不是這樣 來 請黃委員 主席不好意思喔 我剛剛聽了很久的討論 我有一點 陷入無法理解的狀態 我 因為我看到國民黨黨團的提案 跟親民黨黨團的提案 跟親民黨黨團的提案 裡面對於編預算 每一個版本都有寫啊 那為什麼會 要不要編預算這件事情 現在會變成成為爭點 所以有沒有主管機關這件事情 跟要不要編預算這件事情 有的主管機關願意編預算 有的主管機關不願意 沒有啦 因為主席我覺得 現在討論到現在 大家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到底是認真的在討論條文 還是在拖時間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看委員會要不要回去喔 我覺得就今天直接把主管機關訂一訂 要不然喔 我們等一下 我們是保留啊 等一下還要再回過頭來討論啊 不好意思可以請你尊重我發言的時間嗎 剛剛你發言的時候 我有打斷你嗎 你有不同的意見 等一下再說嘛 繼續說明 不是喔 因為你現在在法律討論 法律條文的時候 你可以把兩個完全層次不一樣的東西 意要牽扯在一起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建議 雖然我不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看是不是可以請主席才多 乾脆回去把主管機關訂了 要不然這個條文在那邊牽牽扯扯的 自己黨團提出來法律條文 上面都已經同意要編預算了 現在開始在發說要 是不是不要編預算 怎麼會有這種討論條 法律條文的方法 這不是你們黨團當初提的嗎 如果是你們黨團當初提的話 現在又說不要編預算 請息怒啦 容我說明一下 這個我覺得 我的處理方式是這樣 我盡量不去猜測 我們這個相關黨團 跟各自同仁的動機 因為我們各自都是一個政治團體 一定會有政治動機 這個在立法院也不稀奇 如果沒有政治動機才是奇怪 那我們其實是都心照不宣 不過我提醒一下就是說 國民黨黨團的修正動議是把經費拿掉了 所以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原來提案都修正了 那我的意見是這樣 我徵求各位同仁的意見 就是我覺得如果 我自己是對這個 調用人員比較有意見 因為我覺得這個為難公務員 那調用人員這個 國民黨的修正條文 還是把調用行政機關人員放進去 那我是不是可以徵求各位同意啊 就是我們就不把這個 經費跟調用人員這個部分 我們就不列了 我們就用 民進黨版本的 那麼 第五條 跟可以調用人員部分 我們就通通都不予通過 好 來 我們請 這個張宏盧委員 可是我剛剛有聽啊 像中選會像什麼啊 他們在對 剛剛中選會啊 總統他們對編預算啊 都沒有特別的問題啊 而且中選會也沒有特別的問題 我倒覺得你像美國像什麼 人家都是有成立一個辦公室給他 由政府編列預算的 那我覺得如果要 一個條例啊 可以用了很久的話 我覺得這一點 應該還是要由政府來做 然後在一個適當的場合 然後讓這個辦理交接 我覺得這應該是制度化的問題 那你說什麼主管機關什麼的 我倒覺得 這個並不是重點啊 我還是覺得說 應該要有一個政府編列的預算 好 謝謝 來 黃委員 對於剛才房國昌委員所講的 我覺得我有意見 因為不是 因為剛才我們在討論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覺得有疑慮 所以請熊公華副秘書長 出來說明 那熊公華副秘書長說完的時候 他覺得說不應該這樣子編預算 所以我們 國民黨團持保留態度 我覺得這很正常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如果說 異色的立場我覺得就沒有意思 不應該是如此的 好 謝謝 來我們請黃國昌委員 對啦 如果說其他黨團齁 針對這個條文不要編預算 大家都沒意見的話 那我是希望說齁 因為現在好像剛主席說是處於休息的階段 等一下如果正式討論的階段 讓我有機會齁 把我發言反對這件事情 列在會議紀錄當中 因為我沒有辦法承受齁 我處於這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台灣好不容易 要有個交接條例了 結果在這個交接條例當中 是讓你設辦公室 結果政府機關沒有編列相關的預算 這樣子的法律論理責任 跟歷史責任我承擔不起啊 那個拿到外國去 進行比較法的研究的時候 台灣會被他笑掉大牙 我們這個協商都會全程有錄音錄影 來 我們請顧委員 對 我們現在 我們五位委員已經有提案 我現在剛剛再講一遍 就是說我們提案修正的動議 現在主席可能還沒有宣讀來處理 但我們的提案就是說 前一項總統副總統當選的辦公室 辦公室務費用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之印 辦公室務費用之 辦公室務費用之編列標準由主管機關定資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說 相關的委員 當然特別是國民黨團 你們的意見是認為說 這一個部分並不是說不同意列 而只是說等主管機關的 那一個部分的討論 再一併討論 還是說你們就不同意列 那這個部分 如果確定是這個爭議的話 那是不是再請主席看看怎麼做處理 好不好 那剛剛總統府的副明書長 只是在跟他確認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主管機關就列總統府 那對這一條 剛剛我唸的這一條的內容 總統府認為有沒有什麼自然難行的地方 那個主席啊 我想剛剛我是本會的委員啦 我剛剛阪述的很清楚 我們只不過是說因為主管機關沒有訂定 而且大家到目前為止 根本就也不知道主管機關是哪個機關 所以說我們認為這一條是把它持保留 等第三條 我們把主管機關確認以後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討論 我們不是說反對 其實我們很明確 但是 你把它變成扭轉 好像我們一頭到尾都是反對 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主管機關沒有訂定 所以說我們是希望說剛剛第三條 本來要討論主管機關的時候 主席說這個會討論很久 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也尊重主席 結果現在 我們說因為這個主管機關沒有訂定 就是哪一個主管機關來 來訂經費 由他來寬列來編列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說我們就把它持保留 等第三條 這個通過以後 我們再回過頭來 來做處理 我們並不是反對 所以說我希望你清清楚楚的 我不是說這個經費不編 反對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意思 大概 總統府的意見大概是 如果主管機關是總統府 他們的困難就少一點 如果主管機關不是總統府 困難就多一點 是這樣子嗎 跟中選會的 是他跟中選會的 是他跟中選會的 其實從我來講 講來講去就是額度的問題 他的問題就是說 我不曉得編多少額度 那那個東西你沒有碰到食物 你怎麼會知道呢 對不對 你現在去問任何一個機關 說你下一次的總統 要交接的時候 你要編多少額度 誰會知道 對不對 好了我也知道 大家的這個用意 好了這條就先保留了 好 我們進入下一條 好 謝謝 第一項 第一項 第一項這個通過 然後第二項保留 就是因為一定要等他這個主管機關出來以後 回過頭來 第五條第一項 再來研究 對對 交接監督委員會 交接監督委員會 好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時代力量的版本 我們請 黃委員你要不要特別說明一下 我想为了讨论整个条文的效率性 跟体力上面的完整 我会建议这个条文的讨论 等到我们就有关于重大争议政策 要怎么认定处理的机制的时候 再一并的来讨论会比较好 你这个部分跟这个主管局官也不相干嘛 对但是因为我在猜今天可能最讨论的核心 是重大争议政策要怎么认定 那这是我们设计出来的机制说 并不是有片面任何一个单方来加以认定 所以我是建议说如果大家觉得适合的话 就不要在这边单独讨论 等到重大争议政策要怎么认定的时候 到那边再一并讨论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我们进入民党党团的第六条 宇文国政的部分 这个国民党有没有修正案 第20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